这一波波王级寒流在台湾各地带来降雪 让不少人十分兴奋 不过农民却是苦不堪言 因为超强寒流 同时也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寒害 农损从南到北都有 包括南部的枣子 中部的高阶梨 草莓 番茄 还有全省的养殖鱼类等等都损失惨重 云江南一带的湿木鱼几乎全军覆没 根据农委会初步统计 全台损失额已经达到1亿3200多万元 其中台南就占了8000多万元 灾情最为惨重 蟹雪几乎铺盖整座茶园 景色好迷人 不过却让农民心在淌血 帝忘记寒潮冻伤农民心血 光是美农番茄 看看掉落满地受损至少超过7成 结本无归 邀请工人采也划不来了 就放弃掉了 今年啊 拍过年啊 比较小孩的菜籽也招了一堆没办法走路 抢落冬云鱼群敢加工云林嘉义台南 施木鱼文革受到直接冲击几乎全军覆没 影响面积约3000公顷 初估损需就有6300万元 结果在问话死亡 整个都死亡 整个都没 整个都等到一堂要来那些 我自己听我不行 夜场霜雪也打坏草莓行情 苗栗县农产平均受损达到19% 地方贼情严重 中央却似乎没在第一时间掌握状况 让嘉义县长张花冠直批中央根本不见了 农文会更表示价格可能有波动 但不至于飙涨会加快清查速度 提供农民补助 不过迟迟不回温 损害金额看来还会再度攀升 UNTV综合报导